我講到這個我就想到訴發部 這個訴發部我簡單五個字 飯桶訴發部 我不曉得他在幹什麼 打炸的事情完全 落到警政署的手上 人家警政署至少有做點事 你剛剛講的165 就是只有警政署 警政署做的 是 那你講你知道嗎 警政署啊 布置這165app 防炸專網 人家只花一千萬 前幾天啊 訴諾部搞了半天 千呼萬萬使出來 他搞一個app 花六千萬 不打緊喔 他那個六千萬的app 大家可以去看 你先來上網馬上看 看他上面的評語是怎麼樣 花六千萬 結果下面 錯話連連 馬力分數五分來講 他只有二點八分 然後現在訴發部 做不了任何事情 他每年就增加預算 光這一點喔 院長 那個部長你先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院長 對訴發部你要怎麼處理 你覺得他們這樣做對嗎 謝謝委員提醒 他本來是要設立一個平臺 讓所有受到這種錯誤訊息的人 可以在平臺上去查詢 那麼他這個是在國內是創局 我也請他參考國外的案例 國外的機制有沒有 他說國外是沒有這樣 這麼完全的一個機制 所以他現在在嘗試的作業當中 他現在已經把這個上台 這個平臺上網的時間延後到年底 希望再做改善 我今天題外話講他啦 為什麼 因為他實在太煩動了